今天可能感觉一上去还是跟之前感觉差不多吧 然后我们这边的准备也是陈一夫妻拼对手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我们两个可能搭到他们身体上面 可能有些原因吧 然后体能上面 但是但是可能这不是我们输球的原因 然后可能我们之后还要就是在这方面去多去懂结 然后多去改进 站在逆风边他们顺逢投过的球其实接外了 但是那个时候就人可能就是比较上头了吧 然后就没有做出判断没有放 然后给自己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从一个我从一个行人开始然后出来 然后可能会有从第一站上去 然后有人打这种高级级赛事 就会自己会很紧张 然后心态上面也会比较急躁 但是打到现在深圳这一边来说 自己这方面也就是升华了好多吧 就是比如说今天第一次站在750的这一个赛场上 然后我自己上去比之前放得更开一点 就是心态放得更好一点 就是没有像之前那种紧张的情绪 每一站有每一站的收获了 然后主要都是总结经验 因为比赛面临的困难跟在家里训练是不一样的 然后每一次出来都是有收获 然后也接很多市面 就是都是学习的地方 好 好 好